为使命不惧生死 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 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 离开这里去吧 因为西律想要杀你 耶稣说 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 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 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 虽然这样 今天明天后天 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 丧命是不能的 法利赛人来告诉耶稣离开这里吧 因为西律想要杀你 这话也许是真的 但是来告诉耶稣的人的动机 可能并不纯正 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受到耶稣的许多指责 他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受到影响 可是他们又没有好的道理来反驳耶稣 所以他们就暗暗的希望耶稣自己离开 西律王有没有起杀耶稣的心 我想是有的 前面他已经杀了施洗约翰 现在耶稣所造的势头要比施洗约翰更甚 难保西律王不会想杀耶稣 但是杀施洗约翰的时候 他也很担心民众的反弹 现在支持耶稣的人要比支持施洗约翰的人还要多 西律王敢不敢真的有所行动 还很难说 所以当有人来告诉你消息的时候 我们不要马上就全盘的相信 因为每一个人能够接受到的讯息 都不一定会是全面 他们可能知道西律有心要杀耶稣 但是他们不知道西律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又没有正当的理由情况下 心中也是有顾虑的 他们更不知道 主已经知道将要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包括他自己必须要死 但是将会是在预定的时候 以及会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哥哥他山上 主的那句 因为先知要在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能的 就是预告他将要在耶路撒冷被定十字架而死 是一定不会死在其他的处所的 再者 传话者的心态与动机也是可虑的 有的人来传话是纯属好心 有的人来传话是有自己的目的 他可能传一些符合他自己动机的话 却隐藏一些不合他自己意念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人传话不要急着马上就反应 或是在今天的网络世代中不要马上就转发 总要三思而后行的道理 主听了法利赛人传来的讯息 而且是关乎他自己性命的 他有没有心慌意乱 就像当初以利亚听到皇后耶喜别 想要杀他 就跑了几十公里路逃命那样 不 主并没有 他反而是要法利赛人回去告诉西律王 他并用那个狐狸来形容西律王 狐狸是生性多疑狡猾 但是胆小的 主耶稣基督知道西律王的特性 就用这个称呼直说出来 但是那些传话的法利赛人 他们有没有胆量或是管道 能够将这话传回给西律王呢 我想他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 就算是有办法做到 想想还是明哲保身好了 还是不会传话的 主对于西律这个狐狸的称呼 并非是他不尊重西律 也不是不尊重狐狸 而是真的想要让人明白西律王的个性 法利赛人怕西律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完全不怕西律 既然不怕 那就没有必要逃走 不逃走的原因 因为他还有未完的工作 这些工作是神所交付的 神交付工作给我们 并不表示我们就一定不会有事 有的时候神所交付的工作 也可能包括让我们要死 例如耶稣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传道 例如彼得和保罗都是遵照神的吩咐去传道 保罗也入狱去传道给狱主 他们最后两也只因之而死了 当神交付了工作 我们可以逃避吗 当然是不行的 因为就算是逃避成功了 我们最后还是要死 只不过是晚了一点而已 到时候就要羞愧见主的面了 然而神也不是喜见他的仆人 就平白的丧失生命 神会保守他的工人 妥善的完成他们该完成的工作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